第四千零六十三集 到了夜幕降临 两人还是一无所获 在一株大树下休息 那灵虚道石太过狡猾 想要找到他只怕难比登天啊 夜晨有些无奈 他可以肯定 灵虚道石就在虚冤仙境之中 但他偏偏找不到 即便是任非凡花费了数万年 也没有找到 可见那灵虚道石隐藏之身 己思青温声道 没事 慢慢找吧 总会找到的 夜晨摇了摇头道 只有三年这么短的时间 九鼎大阵就要布城 想在三年内 找到那灵虚道石 哪有这么容易啊 己思青背指紧咬着红唇 美眸闪烁一下 心中似乎挣扎了些什么 然后突然搂住夜晨的脖子 在他嘴唇上吻了一下 夜晨浑身如触电般 剧烈一阵 目瞪口呆地望着己思青 己思青脸颊一红 咬牙道 将你的轮回血脉赋予给我 你我血脉交融 我可以突破 你也有增益 到时候 我们再长那灵虚道石 便容易许多 前世的己思青 是女武神曲尘烟 毕生服侍在夜晨左右 两人因果纠缠极深 如果真的血脉融合 阴阳双修 日月互补 对两人来说 都有莫大的好处 而且这一世 两人共经生死感情极深 刻骨见链 就差一层窗户纸 没有捅破 夜晨深吸一口气 轻轻搂住己思青 那纤细的腰肢 这层窗户纸 是时候捅破了 司青 你决定好了吗 夜晨目光炯炯地 望着己思青 眼神无比地赤裂 己思青 脸颊红韵醉人 呼吸有些急促道 决定好了 你不后悔 己思青道 不后悔 夜晨吞了吞唾沫道 那好 我来了 在他心里 己思青一直是 女神般的存在 现在终于可以 一亲方泽 他顿时有种 梦幻般的感觉 不敢相信 己思青咬了咬牙道 你怎么 啰里啰嗦的 要来就来 我又不会吃了你 说完 己思青主动起身 翻身将夜晨压在身下 双手与夜晨 食指相扣 美眸灼灼地望着他 两人几乎是零距离接触 鼻子碰着鼻子 嘴唇碰着嘴唇 夜晨能嗅到己思青身上的阵阵幽香 并感受到少女身躯的柔软与温热 心神顿时迷醉 己思青一挥手 四周的树叶随风而来 环绕着两人 形成一个圆球 将两人包裹住 而在这树叶圆球之内 却渐渐传出 稀稀苏苏的脱衣声 然后是一阵阵 欢愉的谜谜之音 连天上的月亮 似乎也害羞了 躲进了云朵之中 这最后一层窗户纸 终于是被夜晨捅破了 一日清晨 在晨间的寒风雨迷雾中 夜晨与己思青 从欢愉的美梦里 苏醒过来 两人相视一眼 情不似今 又痴缠了一阵 半个时辰后 两人再一依不舍地分开 夜晨轻抚着己思青的头发 你现在感觉如何 几次青死时肌肤红润 气色非常之佳 我得到你轮回血脉的滋养 估计快要突破 百家境了 你呢 他与夜晨因果纠缠极深 前世今生眷恋不断 所以他得到轮回血脉后 炼化吸收 要比胃影简单许多 估计再过几天时间 便可彻底圆满 借助轮回血脉的力量 突破到百家境 夜晨道 我与你阴阳交融 修为也精进了不少 此时夜晨的修为 达到还真近五层天临界点 只差一点点就可以突破 晋升至六层天 吉思青喜道 那太好了 我们再尝试寻找万须道石吧 说着穿上衣服 夜晨点点头 也穿好了衣服 准备再次寻找 而就在这时 天边忽然有一缕毒物涌荡 那毒物破空而来 速度极快 气势极为凶悍 夜晨目光一沉 凝神戒备 但玄疾却从那毒物里 捕捉到一缕熟悉的气息 是几邻的气息 几邻的小丫头来了 夜晨微微一惊 那毒物降临下来 收敛成人形 却是一个娇俏可爱的少女 正是几邻 此时几邻的修为气息 达到了太真境后期 相比以前大有进步 显然 炼化了云顶天书 与仙福天书 她获益巨大 而在两卷天书的滋养下 此时的几邻 身子发育长成了许多 已经初具少女那青涩的规模 在清晨阳光的照耀下 肌肤 容若秋菊 巧笑燕然 美目流畔 别具一番韵味 呀 叶碧 不对 叶辰哥哥 你果然回来了 好久不见啊 几邻见到叶辰 顿时惊喜 跑上前来 拉住叶辰的手臂 左右摇晃着 满脸喜色 几次卿刚刚与叶辰 眉开二度 现在油然有醉人之色 见到几邻前来 脸颊微红 似乎有些心虚 几邻 你怎么来了 几邻瞧了瞧叶辰 又望了望几丝青 目光里露出一丝 狐疑之色 总感觉气氛怪怪的 两人似乎有什么不对劲 但她年纪还小 对男女之事 懵懵懂懂 虽发现了不对劲 却也不知发生了什么 姐姐 你说叶辰哥哥回来了 你要出去找他 我也很是挂念他呀 便也出来找你了 你们果然在这里 几次听到 我都说了 你不用跟来的 我迟早会回去找你 几邻嬉戏一笑道 我等不及了 环石四周 见这片虚渊仙境 处处烟霞迷雾 犹如人间圣境般 顿时好奇地问 诶 这里是什么地方 你们在这里游山玩水吗 叶辰心中一动 几邻 你来得正好 我们在寻找一样东西 你也来帮忙吧 几邻掌控着云顶天书 而云顶天书 可以演化云顶之意的棋盘 推演万界因果 对寻找灵虚道石 也有莫大的作用 于是 叶辰便将灵虚道石的事情 简单向几邻说了一遍 几邻惊意不定道 原来这地方 是灵虚天珠演化而成的吗 那灵虚天珠 与我姐姐的武神天珠相比 哪个厉害 叶辰道 十大天珠都是一样的厉害 没有高下之分 只看使用者的实力 使用者修为越强 便越能发挥天珠威力 几邻撇的撇嘴道 好吧 那十大天珠是太上神器 威力想必很是厉害 可惜我没有 叶辰笑道 你有两卷无上天书 已经是不得了的造化 不比太上神器差到哪儿去 几次轻道 好了 快点寻找吧 时间不多了 她知道 叶辰与地心庙有约 现在时间紧迫 最好能在约定之前 找到灵虚道石 如此一来 叶辰以后 也不用来回奔波 叶辰点点头 当即祭出愿望天星 几邻手掌一挥 轻贺一声 云顶棋盘 棋 一张巨大的棋盘 在天际浮现而出 那棋盘之上 镌刻着一道道 古老符文 弥漫着仙器 那是仙服天书的符文 此刻的几邻 两件天书完美融合 神通在太真镜范围内 已经算是登峰造极 只要再给她一点时间 她迟早能够斩家突破 叶辰笑道 几邻 你修为不错 几邻笑道 都是多亏了 叶辰哥哥的照顾 当下催动灵气 那云顶棋盘仙器迸发 显得无比规律 而叶辰的愿望天星 便悬浮在棋盘之上 棋盘承载星辰 悬浮在天 这一幅画面非常壮观 那么我们开始寻找 灵虚道石吧 叶辰目光一宁 催动愿望天星 贺道 我许愿 因果洞察 通天彻地 这许愿声一落下 愿望天星顿时 迸发出一道 炽烈的光线 摇晃扭曲了一阵 随后 猛然锁定一个方向 直射而去 在那边 叶辰立即沿着 愿望天星的指示 往那方向飞掠而去 此时的愿望天星 得到几林 云顶棋盘的承载 两两叠加 威力倍增 几乎是一瞬间 便窥见 灵虚道石的位置 几次轻与几林 见状 也连忙跟上夜尘 三人来到 虚渊一个偏僻的角落里 却发现 这里有一块石碑 覆盖着青台 斑驳而古老 这块石碑 掩埋在泥土里 如果不是有 愿望天星的照耀 夜尘根本发现不了 原来灵虚道石在这里 夜尘眼睛一亮 之前他苦苦寻找 其实也用 愿望天星查探过 但始终查探不到 今天与几次星 双修后 修为进步 又再借助 几林的云顶天书 才终于找到了 灵虚道石的所在 这块灵虚道石 乃是灵虚天珠的 核心所在 已经诞生出了智慧 夜尘感觉到 石碑内隐藏着 一道灵石 似乎在畏惧着些什么 瑟瑟发抖 不敢现身 出来吧 你跑不掉了 夜尘一声呼喝 那石碑果然 泛起一阵轻忙 随后一个 道士装扮的老者 身影缓缓 从石碑里浮现而出 那老者脸色苍白 目光恐惧到了极点 想要挣扎逃脱 但他契机 被愿望天星锁定 整个人 被一团白光照耀住 却无法动它 喂 老头子 你别想跑了 不然 别怪我不客气 几林盯着那老道士 手掌冒出一缕毒物 几次星也释放出 朱雀灵气 严神戒备着 轮回之主 想不到终究是被你找到了 那老道士正是 灵须道士的化身 灵须天珠的气灵 现在无所遁形 被夜尘彻底控制 发出一声惨淡的冷笑 夜尘道 归顺我 我可以饶你不死 这本波 你不不不认